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标凤正经》 作为一部90年代的影片 虽然在画质方面我给不出什么好评 但是却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电影行业的制作如此之优秀 演员演技的娴熟 这部科幻戏剧片也是由著名演员威尔史密斯主演 我想虽然人们对这部电影不怎么熟悉 但是这个主演我们都知道 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也知道他和成龙有过合作 却不知道再早年曾经出演过这样一部影片 不过既然有威尔史密斯 我们对于演员演技的担心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故事的开头便是作为特工的威尔史密斯 因为接到任务 一直调查几个科学家的绑架案 这下好了绑架谁不好 偏偏要去绑架科学家 国家怎么可能不管呢 然而一名将军出现 让故事出现了转机 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将军 在特工的调查下觉得 将军的背后还有幕后黑手 将军只不过作为一个实施的傀儡工具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 联邦调查局又派来了一位特工 两人虽然有点不好对付 但是咋办呢又不能不合作 新来的特工是一位比较厉害的义勇大师 他可以变换自己的造型来完成任务 不得不说这还是个技术流 虽然威尔史密斯对这位新来的特工有点看不起 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实战过程中 各种默契和同步 两人在调查道德过程中 终于知道了幕后黑手是一个知名博士 至于怎么出名我就不说了 反正设定就是他在电影里就是很出名了 然而这博士的目的和所有的反叛一样 就是看不惯美国政府 想要推翻美国政府 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不得不说美国人的脑洞还真是大 也许这要和他们崇尚自由和人权有关吧 博士手下有很多长得很好看的杀手 我们这两位特工因为都是男性 当然也抵挡不住美女的诱惑 不过电影虽然让你抵不住 但是关键时刻 两位特工还是解决了博士 和底下的杀手们还给了人类一个和平的世界 这部电影年代比较久远 现在人们对于电影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但是这部电影却打破了我对老电影的认知 在剧情的处理方面 导演安排的十分巧妙 甚至二人怀疑导演是不是接近了现代电影的架构 由于大量的投资 所以在当时的电影里 这部电影的优越场景便脱颖而出 特别是那辆火车的制作 真的是影片中非常精致的存在 也给观众们带来了最棒的观影感受 不得不说导演将笑点安排在两位特工身上 也是电影成功的主要因素 毕竟两位大男生因为执行任务所引发的种种世界 这也是喜剧氛围的由来 特效场面也是这部电影不可或缺的存在 虽然比不得现在的特效电影 但在当时也是一部优秀的特效制作品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